峨眉山有一九老洞,很多人进去就失踪,57年后,背后真相才被揭开,峨眉山作为我国佛教的名山之一,这里佛教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魏晋时期,峨眉山的寺庙还只有普贤寺,到了唐朝唐熙宗,在这里又建造了六大寺庙,峨眉山的佛寺经过漫长的发展,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佛教文化的宝藏,也残存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峨眉山的山高水秀,很多为人默客都喜欢写诗赞美这里, 不过在峨眉还有一处山洞,传说这里非常的神秘,那么当年还有很多人曾经失踪在这里,那么当年具体发生了什么呢?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峨眉山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宗教名山,因此很多时候只要在峨眉山发生一些怪异的事情,人们就会联想到鬼神,因此很多民间传说的神话故事中都有峨眉山的出现,峨眉山的佛寺众多,很多的文人默客, 也非常喜欢这里,武侠小说里面也经常出现峨眉山的影子,同时峨眉也是一个国家五维级的国家级风景区,这里的气候事宜,有非常的多的地方值得一游,但是在拥有着众多风景区的峨眉山,却有一个地方是人们的禁地,这个地方,名叫九老洞,传说,这里曾经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 从清代开始,便有人进去一探究竟,也有人听闻洞中有仙人,想去撞撞仙缘,但入内之人,大多是离奇失踪,甚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个别探险者偷偷进去,若离开洞口不远,还能被搜救队救出,如果进洞深了些,则就此无影无踪,自小便听长辈说起,此洞的诡异和威胁, 所以,虽去过峨眉山数十次之多,却从不到此洞周围瞎转悠,上世纪八十年代,伊瑞龙先生,曾六次深入洞中考察,前五次,他都是自备器材,以私人身份探险,并对作者君父亲,详细透露过他在洞中的见闻,其中有些信息,是从未公开过的,今日本文就为大家揭开九老洞,为何进得去却出不来的真正秘密,伊瑞龙先生,在第五次探险活动结束后,将部分考察成果,发表于四川日报, 由此引起了当时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注意,很快,四川省科委便对考察九老洞仪式立项,并下拨三万元经费,由乐山市科委组织专业科考队进洞考察,以解开九老洞千年之谜,当时成立的科考队一共13人,八人为下洞的科考人员,五人为后勤人员,伊瑞龙先生,正是此次科考活动最主要的成员之一,科考队到达峨眉山后,历经近一个月的考察,基本上摸清了九老洞的概况, 但需要说明的是,科考队只考察了大部分地方,还有不少岔洞,由于人无法通行,但透过缝隙可见到后面还有更大空间,本来科考队雇佣了几个民工准备敲掉挡路的石头,扩大这些洞穴入口,以便进入,但民工进洞后两股战战,机遇奔逃,因此科考队最终不得不放弃对剩余岔洞的探索, 根据当时科考队能到达的地方统计,九老洞内一共有67洞,洞洞相连,呈上下立体网状分布,这些洞家起来长度精确数字为1505米,从九老洞洞口到洞内最深处大约800米,洞内常年保持着恒温,温度10至11摄氏度左右,在洞里的极深处有条银河,水声轰隆, 常年不息,河水水质清澈,但不能喝,主要是考察队在洞内发现了至少19具完整海骨和大量散落人骨,其中大部分是在阴河岸边,因此河水不宜引用,考察队在对洞中石灰岩,白云岩以及所属地层进行地质调查后,基本摸清了它的成因,九老洞属比较典型的地下溶洞构造,大约在地球寒武纪时期开始形成,在水流千万年的冲刷下,最终呈现在这样极为特殊的立体网状, 从以上情况可见,九老洞全洞深度其实很浅,从洞口到洞底也就800米左右,如果人能不受限制的正常不行,大约10分钟就能走通,那为什么很多人进去后就从此消失了呢?洞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物存在呢?欢迎收看剧谈识,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前文讲过,科考队在九老洞中发现了大批人类骸骨,这些骸骨据科考队员查证。 时间最早的大约在清代,最晚的一句是当时成都失踪的一名中学生,当时公安局对此事进行了侦查,调查得知, 但是该名中学生很痴迷于武侠小说,留在家里的日记中也曾写道,很羡慕书中那些大侠在山洞里发现武功秘籍,炼成后天下无敌云云,所以该学生就偷偷跑到九老洞寻找世外高人,最终献在洞中丢了性命,无论古人的传说还是上述这个案例都证明九老洞内实是个极端危险之地,那么洞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根据科考队探索结果,九老洞里有三个死官,如果进洞之人陷入其中任一死官,都很可能无法生还,这也是千年来九老洞有尽无处的真相,目前开放给游人游览的洞段大约有120米,游人走到底可看到一个神台,上面有赵公明菩萨像,这个塑像是后来修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瑞龙先生进去时,他还只是个无头的菩萨残像,游人在神台处就严禁在深入了,而第一处死官, 就在神台背后约100米处,科考队员称之为迷宫,这段迷宫由数十个洞组成,他们层层叠叠叠,相互联通,人若进去,基本上只能在里面打转,通俗一点讲,无论你朝哪边走,最终可能都是回到原地,不仅如此,当年科考队进入时,带了两台布画机,队员深入十几米后,布画机便失去了效用,证明此地独特的构造,还有隔绝电磁波的作用, 用依瑞龙先生话讲,此处迷宫人若是误入其内,在没有外界支援的情况下,基本上是白死无生,依瑞龙先生以私人探险家身份探索此段时,一方面是外面有人接应,另一方面是他在身上绑了绳索,并沿途以白纸做记号,才得以最终走通,如果幸运地通过迷宫, 经过一段人必须匍匐前进的低矮细缝,便到了第二个死关,深井,这个深井非常隐蔽,它隐藏在往洞中深处前行的必经之路上,人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深井深度大约为八米,大约接近三层楼高,井口直径为六米,往下到井底则扩大到八米,呈上窄下宽的形态,由于深井必成道斜面,四壁还流淌着细小的水流,滑不溜手,因此人一旦掉下去后就没法上来,唯一的选择, 只能是从深井底部的岔洞往前走,再也没有返回的可能,当年依瑞龙先生第一次到达此处时,就在井底发现了一具海谷,井底有三个洞口,其中只有一个能走通,顺着这个洞走,便能到达洞中的银河所在地,银河此处算是活水源,海谷非常多,前面从深井掉下来的人大多葬身于此,想来不外乎是因饥饿而死,沿着银河往前,便可以看到一处低矮的洞口, 这里是唯一能前行的通道,这个矮洞人只能蹲着前行,他的出口在另一个大洞的顶部,人一旦从矮洞跳进大洞中又无人接应,生还可能基本为零,这里便是九老洞里的第三处死关,死亡洞,此处完整的骸骨有六具,包括前文提到的那个中学生,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零碎散骨,死亡洞的危险之处在于,上一个矮洞的出口在它顶部,距离地面有2.6米高,四周洞壁也是成道斜面而且长满青苔,人跳下来后就在野上不去,最终只能困死在这里,迷宫,深井,死亡洞这三处便是整个九老洞最危险的地方,也是历代以来九老洞只见人进,不见人出的最大秘密, 科考队除了对九老洞的构造,地质成因,以及人进去的失踪之谜等问题深入调查外,还对洞中的生物进行了细致考察,就科考队的调查报告看,洞内生物基本上是小型生物为主,譬如老鼠,炎烟,蝙蝠等等,但科考队在鹰河畔却遇到一件暂时无法解释之事 1986年6月25日,科考队员在鹰河畔集体用餐,以补充体力,每人吃完自己的罐头后,便将所有罐头盒集中在一处,以便将来集中带出 两天后的6月27日,队员们再次来到此处,却发现罐头盒却散落在各处,很明显是某种较大型的生物造成的,但鹰河这里远离洞口,四周除了岩石,就没有任何东西,荒凉到老鼠都没有 这个生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说洞中存在较大型的生物,那么队员们考察这么久,为何一次都没遇上过呢? 后来队员们判断该生物应是从鹰河中或四周的小型洞穴中爬出,但究竟是什么动物就没人知道了 各位读者倒是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试着猜猜看,或许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九老洞自古以来便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而这一次考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彻底揭开了九老洞深藏千年的秘密 同时也展现了九老洞深处的高度危险性,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据说自有人考察九老洞开始,一直到依锐龙带领的考察队探明这里的秘密,前后历经了57年的时间 而科考人员通过他们的探索,为人们解开了九老洞神秘的面纱 最终,这还是一座普通的山洞,与一般山洞不同的是,这里处处是危机 也正是因为这些危险的地形特点,造成了那些前来洞穴探索的人员的神秘失踪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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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